這個散彈槍據說一上街 就很威 當時散彈槍一拿出來很多 阿兵哥可能就馬上要落跑了 原來散彈槍效果好 而且裝填子彈很快速是真的嗎 沒有錯 其實我們在電影裡面 最常看到的就是 男主角拿著散彈槍卡卡 就那一聲的散彈槍 而且我記得散彈槍一打出去 是一片出去的 畫面上面所看到的有沒有 男主角這樣打了之後 卡卡一聲 然後直接就在上這樣 基本上散彈槍 事實上他研發還滿早 他打媽咪的 對 都有 事實上他在1899年 你看離現在有多少年輕人的事件 1899年的時候 當時在美飛戰爭 這個飛就是菲律賓的飛 那時候美軍在那個叢林裡面 要打這個所謂的摩洛族人的時候 就遇到一些困難 因為什麼 美軍那個時候其實還是用 他們的自製裝備叫左輪手槍 左輪槍每次單次 你只能打一發而已 可是你知道摩洛族人 他們其實出征之前 他們其實有時候有服用一些 類似像我們現在講的 興奮劑的那些藥物 當然它不是藥物 它可能是一些草藥或什麼的 這樣體力比較好 對 然後它的動作又迅速 再加上叢林又是他們的家 所以每次當時在作戰的時候 美軍都拿那個典38 那個左輪 每次這樣瞄 正要發的時候 那個族人已經跑走了 摩洛族他已經跑走了 速度跑得快 所以你會發 美軍那個時候在戰場上就覺得說 我根本沒有辦法有效去制止我的敵人 而且我每次在拿起來 還要瞄的時候 人家已經衝到我面前 再加上人數又多 我典38一次只能放一個 我左輪手槍大概6發左右的子彈 我就要再換一次 上彈又麻煩 因此他們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更有效的武器 在叢林裡面近距離作戰 我能夠一次打出去的時候 有多發的子彈 然後又可以讓這個 所謂的殺傷精力很大 你再怎麼會跑 我講難聽點 我一個面的過去 總是亂槍打鳥的概念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就決定了 拿這個所謂的M的18 他們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我要拿一個散彈槍出來 所以他們就拿這個 M1897這個型號 這個型號的槍 事實上你大概也可以算 它是1897年 它開始就是研製出來之後 放到這個所謂的部隊裡面 去使用 你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就是這個曼特斯特的1897這個型號 這個型號 當時其實他們也沒有說 特別去研發彈藥 所以那個彈藥 它拿的是打鹿用的鹿彈 裡面其實它的原理也很簡單 就是裡面大概放了很多的鋼珠 所以你打出去的時候 對 它那個鋼珠 就在以面的方式這樣打出去 所以你就可以比較容易 打中這個目標 你可以看到其實以這個M1897的 這個磅彈式的散彈槍來看 你可以看到 神彈槍最大的特別是 它其實有兩根 看起來像是兩根的這個槍管 什麼叫兩根槍管 事實上它是一個兩根平行的 這個金屬管 對 最上面的那一根管子 當然沒有問題 它是屬於槍身的部分 那個槍管的部分 好 下面是它的這個 所謂的作動原理 你可以看到 當它在握住護手 往後拉的時候 事實上它同步進行了三個動作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我先把在上面 已經激發過了這個子彈給退下來 退彈完之後 事實上當我透過拉的時候 我的那個板機組 事實上上面有一個 槍機的彈簧 它就直接被往後固定在後面 所以當我在往前回拉的那個過程 所以你看 當它射手在往前回拉的時候 順帶會把下一個 就是在下面鋼管的那一個子彈 把它往上推 往後推是拉 往前推是上了 所以簡單來說 它拉跟放回去的那個動作 事實上就做了三件事 一個是退殼 固定槍機 然後什麼 然後之後再上殼 就再上彈 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我們要破除大家的迷思 就是說在電影上面 我們經常看到男主角 啪…在那邊拚命打 有辦法嗎 當然是錯誤的 不是 那當然是錯誤的 因為它每次一拉 在那個槍機 已經在唐室裡面的那個子彈 就會被退殼 所以你有時候看到電影上面 一直在那邊散 沒有那麼久 這麼多事的 不是 不可能的事情 又沒有拋殼的這個動作 所以它大概是假的 第二個是說你知道 它那個第二根的那個管子 也就是下面那個管子 事實上 你可以看到它裡面一般來講 制式的大概是放五發的散彈 只有五發而已 對 如果你五發 這個散彈裝滿了之後 事實上我可以從上面 再裝一顆進去 直接進入唐室 所以你就會有六發 十二次 對 六發就是六發 就是六發的這個散彈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奇怪 為什麼這個散彈槍 做得這麼特別 是它做兩根的這個管子 而不是像一般我們講說 上彈的時候弄一個彈夾上去就好了 那裝填 不是 裝填也是可以 因為我弄彈夾也可以 可是差別是什麼 因為散彈槍的子彈特別大顆 所以你如果按照這個概念來看的話 我如果要裝彈夾的時候 我第一個彈夾要特別大 第二個彈夾要特別長 我在操作上面使用就很不方便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在戰場上面的時候 我等於拿一個T字型的十字鎬 在那裡揮揚揮的不是很瞎嗎 所以它把它做成像平行的方式的時候 你的槍管還是可以感覺上是 我是拿一筆 拿一個槍 而不是直接拿一個像T字型的東西 在那裡打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當然它的這個構造是簡單 也夠方便 所以從這個地方再延伸出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戰場上面 事實上美軍在一次大戰的時候 它就很常使用 再加上它都是大規格的 這個所謂的大口徑的這個彈藥 所以它可以裝的彈 其實還滿多種你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第一個 它可以做到大面積的傷傷 第二個它也可以拿來 深深來衝門你知道 像你那種特種部隊 我如果要撞進去的時候 對於你那個什麼簡單的木板 隔間或什麼 我用散彈槍直接就可以打過去 近距離的話殺傷力很強 沒有錯 所以一次大戰的時候 美軍把它大幅度的使用在戰場上面 好 馬上引起德國的抗議 為什麼 雖然戰場上是要打贏 可是美軍這個武器 拿到這個戰場上面 就對德軍殺傷力太強 打戰還有談判的 當然有 德軍當時就提出來說 不好意思 你美國人 你殺了有太多了 你在戰壕裡面 對不起 戰場上面 你不能給我使用這個散彈槍 還有這樣限制的 如果你用散彈槍 我跟你抗議 還有這樣話 把他撞到 美軍哪有可能鳥他 當然 美軍就不理他 你知道德軍那時候講什麼 他說你們再這樣搞 好 沒關係 怎麼了 我只要抓到你美軍的戰俘 是使用散彈槍 我直接處死 你不要跟我講戰俘 來威脅 對 美軍還是不理他 因為戰場上面就是這樣 因為壕溝裡面太好用了 如果壕溝裡面 我們講說短距離 你如果這個轉角處 你躲了三五個人 我要一二三四五發五槍 我一個散彈槍只要一打 你看像畫面上那種露彈 一打出去幾顆鋼豬 我只要打到你 我殺傷你 你就沒有這個 所謂戰鬥的能力 也因為這樣子 德軍就被迫 我跟你講 有時候戰爭就是這樣 他又激發你 延宕出你 激發出你新的構想 怎麼了 德軍因為打不過美國的 所謂的散彈槍 乾脆就研發MP18的衝鋒槍 來跟他對槓就對了 MP18的衝鋒槍他短 但是他 因為他其實距離 但是他射速快 就用這個方式 來對戰美軍